牡羊女真的都喜欢帅的耶 因为她们很在乎头跟脸 帅的 脸型很特别的 或者是有胡子的 今年1月时 有一个牡羊座上网问了我一个问题 唐老师的周报时间已经过了5个礼拜 你都说牡羊座桃花很好 为什么我都无感 而且我也没有桃花 到底我是不是牡羊座呢 亲爱的 透过你这段文字 我就知道你一定是牡羊座 桃花就算来了 但如果你的防备心还是那么的重 如果你还是忘不了前男友 如果你还是一下班就马上回家宅在家 你会有桃花才有鬼 你简直比我们天蝎座还要绝对啊 是你的行 什么都可以 不是你的行 什么都不可以 你给点机会好不好 你让人家有一点表现的空间好不好 可是却偏偏不是啊 牡羊座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行 那你就会猛冲 虽然你猛冲的方式 我们旁边的人也不见得看得出来 但如果是被追求 那么我相信追求牡羊女的人 一定觉得倍感吃力 因为在牡羊女的心目当中 就会觉得 你想干什么 你要追我吗 不好意思哦 那有很多关要过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时间限是我来啦 不是你来啦 所以这种心房就会使得别人觉得 牡羊女在想什么呢 通常牡羊女都会有很明确的目标 比如说眼睛要多大 身高要几公分 体重一定不能怎么样 你有这么明确要求的情况下 自然很多人就一开始就被打枪了 就进不了候选人之列 我们都知道火象星座超爱面子 而牡羊座表现出爱面子的地方 就在于他不主动 因为他满脑子想的就是 我如果主动又没追到 那不是丢脸丢大了吗 我如果主动却被人家知道 我没追到 那我以后还要怎么做人 这是为什么 他们就算遇到喜欢的心 有时候也还是果足不前 所以咯 明明自己内心已经很着急 大家也都把碗敲破了 他还是显得很被动的样子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爱面子 走出情商需要超久的时间 没错 平常看起来非常潇洒自主的牡羊 遇到了感情却一点都不潇洒 当牡羊座遇到了征服自己的男生 那么他就会变成小绵羊 好强的牡羊座会有好长的一段时间 走不出来 而且就算他嘴巴里说 我不在乎 我早就走出来了 但通常他会等他的前男友 交到了下一任 或者是已经完全死会了 他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完全失败 或者是比较愿意去再找下一段 否则前面那段阴阳磨叽的时间 他很难打开心门接纳他人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会被情商卡这么久吧 很多人觉得牡羊座应该是三分钟热度啊 感情来得快去的快啊 那你就错了 那其实是一种隐藏 那是牡羊座爱护自己面子的方式 因为牡羊不允许自己这么的痛苦 所以他要表现出我不在乎的样子给人看 他会先乱谈让你觉得他是有对象的 他不是单身痛苦的 过得看起来好像很热闹 但其实他只是在填补自己的慌乱跟空虚 所以有一些牡羊座看似有一夜情啦 或者是他能够接受一些对象很快的来去啦 都只是填补而已喔 牡羊女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 你们非常喜欢做自己享受生活 怎么样过得让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通常已经把自己过得很好的牡羊座 也会害怕失去自我 也会害怕失去这样的生活品质 而惧怕进入下一段关系 毕竟这么聪慧的牡羊女知道 如果要进入一段关系就代表要迁就对方 代表要失去部分自我 你也会好好地考虑清楚吧 牡羊女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 就是喜欢用相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喔 比如说牡羊女有天真很容易相信人的一面 但是她就会太害怕别人看出来了 而故意表现出很高冷 或者是很拒绝的模样 或者是面对一段追求 因为她心里太患得患失了 她就会故意用反话来武装自己 比如她会说 我对她也还好啦 我无所谓喔 要断就断掉啊 这些反话都意味着她在目的不得了 你听得懂吗 所以最终我要劝告牡羊座 如果你没有桃花 真的都跟你这个爱面子的性格有关系 以及不要梳理太高的标准 脸帅只是一时相处才能带来一辈子 所以一定要给人家多一点的机会表现自己 你怎么知道这个不够帅的人 也许日后很帅呢 给人家一个机会吧 老师牡羊女要怎么谈 不那么辛苦的恋爱 觉得有点难 牡羊女是自己会穿硕身衣的人 你知道吗 懂我意思 她会给自己很多的枷锁 你就要去掉你的枷锁啊 比如说白目一点也没关系 稍微有点丢脸也无所谓 你只要能够做到把这种防备放掉 因为有时候牡羊座 连珠炮就是她很紧张的证明 她会告诉你说 我不紧张 我不紧张 但她很紧张 这样子 也许卸下心房是一个前提啦 那么认识久一点 再来谈恋爱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不要冲动恋爱 你也许可以找职场上有接触的 或生活当中已经认识很久了 都是不错的选择 以上 祝真正想要桃花的牡羊女 恋爱顺利咯 其实牡羊男 他没有什么暧昧可言 你所谓的暧昧 那就是 大家都说 牡羊座就是孩子嘛 孩子气又任性 所以像对孩子一样对他就好了 那你就错了哦 在感情的攻防战中 牡羊一点都不像孩子 牡羊男其实是非常冷静在评估的 在他心目中 女生是有明确的分级制度哦 普通朋友级 就是聊天的时候嘻嘻哈哈 时不时还撩你一下 你误以为这是暧昧 但其实对他来说 这是朋友之间相处应有的模式而已 而且对牡羊座来说 任你做该妹妹 那就真的是妹妹 牡羊座会心动的对象 一定有着出色的外表 也许是很性感 或在一群人里面 非常的突出 带出去 所有的人都会惊呼的那一种 但是以色适人能得几十号呢 通常如果只是外表的话 有时候他会一时冲动 但他也会三分钟热度很快地失去兴趣 我一定要提醒所有想吸引牡羊男的女生 你们要实时地保持自己的行情 让牡羊座有一种想追你 狩猎你的感觉 不要忘记他们是火象星座 让他们想要打猎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牡羊男其实非常欣赏有自我主见 跟非常独立型的女性哦 说白一点 他们就是蛮喜欢姐姐型的对象 相反的 如果你常在牡羊男面前耍任性 耍脾气 然后看起来非常的幼稚 这个就非常容易在牡羊男心目中扣分了 因为怎么可以有人比他还幼稚呢 而且在相处过程中 千万不要太主动 如果他不找你 你也不要理他 或者他一冷淡你就慌 以女朋友的姿态问东问西 管东管西 哦哦那就不行哦 牡羊男可是会生气的 因为在他心目中 距离是他来拉的哦 你在他心目中是哪个等级 就该做哪个等级的事情 所以你要做的第二件事情 是在你们还有热情温度的时候 来一点小心机 比如说有一点外力介入 是会蛮刺激牡羊的哦 什么是外力介入呢 比如说你还是很有行情的 外面的人还是很想追你的 有了敌人 忽然间牡羊就会战斗力满满 这时候牡羊就会像被电到一样 会认真地评估他有多喜欢你 我觉得牡羊有一种螺蛇 比如说他就是想要表达一种体贴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形象 所以他其实是在做形象 比如说他扶老太太过马路的时候 他有一种觉得就是 我想当一个好人 所以那个时候旁边应该有观众吧 所以他就会非常积极主动地去做这些事情 你真的要分清楚他是对你这个人感兴趣 还是他对于做形象感兴趣 其实牡羊男他没有什么暧昧可言 没有所谓的暧昧应该就是他还没有下定决心 在要追你 所以其实没有下定决心就有一点没希望 因为拖久了就会一直这样下去 所以你所谓的暧昧 会在你此后的十年 你每一次见他 你都觉得他跟你很暧昧 你没有突破口嘛 那就是少了那个火力 那就是没有希望 那另外一种就遇到喜欢的人 如果牡羊男很有自信的话 他就会放手去追 那如果他很自卑 他不敢追 那他也会很忍耐哦 他会忍住 因为他觉得没希望嘛 那他就会让自己成为你的工具人 所以如果一个牡羊男默默地守候你 然后任你驱使 我觉得他很可能就是进入这个状态 你也可以试着主动看看 如果他就是一个默默的工具人 因为牡羊座他有分级制度不是吗 他对他自己也有分级制度哦 他觉得他配不上你 他就不会去笑想 所以看似很任性的牡羊 其实在感情方面 他其实有一点点保守 如果前一天还好好的 有一天突然跟你提分手 你会想问 难道他会忽然不爱吗 不是 而是他早就不爱了 只是他人很久都没有说 这个时候说 所以咯 跟牡羊男在一起 你还是要有自己的事去忙哦 不要成天追着牡羊男跑 更不要一天到晚直询他 当你把自己打理好 活出独立女人的样子 我相信牡羊男就会用欣赏的眼光看着你 说到你都会笑哦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